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Scrambler 900 结果那车我还没有体验呢 现在就有了小小攀 来看一下身后的两排车 实际上这次凯旋发布了两款单缸的400车型 一个是Speeder 400 还有一个是Scrambler 400X 也就是俗称的小小攀 然后今天我就有机会去骑这两款车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体验的感受 先给大家看一下车吧 这款就是Speed 400 旁边的这款就是Scrambler 400X 也就是我更关注的一个车型 那它两个车都是400的车型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Speed 400 我就感觉会小一点 Scrambler 400X 一个是它悬架 形成更长 150毫米的形成 前轮也更大 19寸的前轮 然后两个车都是17寸的后轮 昨天这两款车已经发布了预定的价格 这款Scrambler 400X是38000 然后这款呢 Speed 400是35000 但是官方说啊 这个都只是预定的价格 实际上最终上市的价格会比 就是预定的价格还要低一些 因为我喜欢复古车嘛 之前我想拍的一些凯旋的车型 普遍价格就复古的都在10万以上 这个Scrambler 400X相比较大攀小攀 这个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所以这可能就是年轻人的第一台凯旋 确实他们也是想打年轻这个用户群体嘛 而且我觉得这车吧 就看起来不显小 虽然它400 但是实际上看着像是更大排量的一个体感 今天我会找不同的朋友啊 骑上这车跨上去 我给大家看看不同身高 骑行的一个姿态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不同的颜色啊 刚才那是红色 但是其实最好看的是这个绿色 绿色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是有磨砂效果的 这边是黑色 黑色的漆是亮面的 然后这车配置其实真的很高啊 就是LED的灯源 它是带滑动离合的 然后有双通道的ABS 它还是电子油门 反正我体验电子油门的会比 拉线油门的那种更线性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 我发现它是充电口啊 就是预留的那个原厂的 给手机充电的充电口 是USB-C的 因为现在好多手机都是Type-C的了 这确实是与时俱进了 它是双坐垫 看一下 它是两个坐垫 然后这个 后边这个坐垫呢 它是支持原厂给它拆卸了 后边改成一个那种驼峰的感觉 然后那边的SPEED400呢 你看就是单的坐垫 一体的 从我个人来说 我肯定是更喜欢这个 小小攀 然后还有就是 小小攀 它也是两个排气管 SPEED X呢 就是一个排气管 因为昨天发布会的时候 没有启动车 也没有听到声 这排气声浪 是我个人认为 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之前大攀的那个声 就特好听 但是这个小小攀 我不知道能不能出来 好听的声了 然后呢 它的发动机调校啊 是40匹马力 37.5牛米的扭矩 还有就是一个 可以开关的千里控制 就是大家俗称的TC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好的 就是它这发动机呢 是16000公里才保养一次 这我觉得也可以降低 一定的用车成本吧 更直观的看一下 小小攀 还有SPEED 400 这个样子啊 差不多的一些简单的参数啊 还有车的基本信息 就跟大家说到这了 然后今天我其实还是想着重的去 多骑一骑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主观的一个骑行的感受 上午刚骑完400X 然后一会儿要换车了 后边这个就是我刚才骑的车 刚才还骑了一段山路 然后我前边那几个都是专业的 就是摩托的媒体 他们骑的还挺快的 我骑这车勉强可以跟上他们 但是骑这车跑山路 我发现还挺好骑 然后震动也不是很大 上午的时候我试着高速已经爆表了 六档的时候已经爆表了 就是它上了100之后 动力还是有的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急加速的话 可能会稍微 动力没有80以下那么好 然后当时那个 它有换档提示嘛 就是一直扭 六档的时候 转速就已经一直在提示 往上换了 但是它一共就六档了 整体感觉还是真不错 骑下来很舒服 再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姿态啊 不知道为什么 越看越顺眼 如果你看实车 或者你到车旁边的话 你觉得它其实应该是 看这个体量比400大的 很饱满 然后这个三角形的 曲轴的 这个也是凯旋的特点嘛 这车整体感觉会 比我之前想的要精致一些 你像原来十几万的凯旋 那个确实很精致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不到四万 也可以做到这么精致 反正是比我之前体验过的 三万多同级的产品 看做工啊 包括骑起来的质感都要好 确实挺不错的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整体的一个感觉吧 就是比如说 大潘我觉得确实帅 然后包括小潘也是很帅 大潘小潘呢 一个是相对来说售价 门槛稍微高一点 因为都是十万以上嘛 然后另外就是因为它的车重 动力很好 也帅 我当初作为新手的话 我骑那两个车呢 只能在公路上骑 想要去一些非铺装 或者再去多骑一骑的话 可能那个车会有压力 但是这个车呢明显就压力会小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大潘和小潘的那个排气特别有特点 可是呢在天热的时候真的烤腿 就像今天这个泰国特别热 然后我骑这辆车呢就完全没有烤腿 这可能是有利有弊吧 但是我相信好多朋友买了这车之后 可能还是会把排气改成那个攀爬的那种 在上边 就虽然烤腿 但是也乐意 然后之前没有给大家听排气的声音啊 可以给大家听一下 说实话这个排气确实是不如那个900 但是呢 它低速的时候也是有那种带频率的那种声浪呢 只是说拧高了之后就不是那个很浑厚的声音了 我给大家拍一个坐高的参考啊 身高一米八二 然后我骑到这上边就是我觉得刚刚好 你看再往前坐一点 双脚勉强可以着地 如果红绿灯挺下来什么的 感觉也没有什么压力 实际上这车的体量真的比就是我理解的大一点 所以我骑上它也不会显得这车很小 但是那个speed400就会显得小一点 再来看一眼speed400的坐高啊 大家直观对比一下 这个呢 我直接跨上去之后 这个双脚接触地面就特别容易了 再往前跨一点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车它这收紧的 就是还是比较窄的 所以呢 如果身高不是很高 骑这个车应该更合适 我觉得我的身高可能更合适 那个就是400X 大家看一下参考一下这个坐高 而且我觉得这车就是刚才推起来的话 也比那个400X要轻一些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千惠小姐姐 我大概是一米六四 然后但是我的鞋底稍微有个一两厘米这个高度 因为有点厚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脚掌着地面积 实际是这样子的 两个脚尖肯定是能点地的 然后其实因为这个车比较轻 所以即使脚尖点地的话负担不会很重 但它重心有一点点的高 所以还是要适应一下 然后如果单脚掌的话是完全没问题 但这种车的话 其实你单脚掌着地就可以了 看一下九段大哥这个坐高 我把车子踢起来 我身高一米八四 但体重那二百一 所以我就往下压的 你看这个避震比较软 过去已经全脚掌着地了 一米八四 不是因为腿长 是因为太重 往下压着 这是835的坐高 如我是一米一米六九 单脚的话基本上我就全脚掌 完了双脚是两个全脚掌 其实一般的时候 我们都是右脚在后刹车上 这边只要有前脚掌 或者全脚掌能着地 就足够是了 这车整个的大小 对于我身高一米六九的身高 也算是比较协调 上午骑行结束之后 我觉得泰国这边的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给我们选的路 都是车相对少一些的 这种乡村道路 然后有山路 有一些像有点类似于国内的国道 这种路况 其实这车很舒服 它悬架很舒服 而且它这种舒服还不是特别软 比如说之前我骑大老虎 它悬架是挺软的 如果你急刹的话 你前边就是那种直接会点头很明显 但是这个Scrambler 400X 就是急刹的话 它也是那种循循渐进的往下走 不是一下就下去 整体这个车调的我觉得是真不错 它的这种质感也很好 确实单缸震动好像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骑了一上五 然后我还试着就是拉去拉高转速 反正是过了6000转以后 它的震动会稍微明显一点 但是震动的主要是来自于手 车身上的震动不是特别大 如果你一直是保持6000转左右的转速骑行的话 可能这个手会麻 但是如果你控制在4000到6000的话 会比较舒服 而且动力这个扭矩的区间也是 超车啊什么都是比较容易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带队的一些教练 都是骑什么车啊 有T系列 这应该是T100 然后后边有765RS 有老虎 大老虎 之前给大家拍过 那这些教练都特别厉害 因为他们都是一边骑 后边还要带着拍摄的人员 然后同时还给我们做一些安全性的手势 提醒我们路况 现在是开始下雨了 刚才我们那一路就一直在下小雨 然后这车我一骑上 第一感觉就是它特别 车头特别灵活 比那个Scumbler 400X要灵活很多 然后下雨 有的一些那个转弯 我就比较小心 因为我有点发触下雨 这路面上尤其是那个好多减速带 我会担心它很滑 但现在整体感觉还不错 就是没有出现打滑的现象 TC也没用上 我现在这个油表亮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表显的油耗是3.8 通过这里 可以来切换显示的信息 现在是显示还能跑170公里 还有两个油 OK 现在雨停了 然后跟大家说说 刚才我刚骑完这个 这个Scumbler 400X的感觉 我觉得我骑那个Scumbler 400X 会比这个Scumbler 400X更有信心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确实比那个400不是要低一点吗 然后我骑着这个整体的坐姿 就没有那个那么舒服 但是两台车其实骑起来的质感都很好 包括这个车虽然比较运动 但是像过那个大的减速带 或者过那些坎什么的 它还很舒服 整体我觉得都不错 看看这台比较脏的400X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对味 最后总结一下吧 就是如果这两台车让我推荐的话 我还是最推荐Scumbler 400X 因为它真的骑起来 我觉得比SPEED 400 更有意思 而且更舒服 然后有些网友看留言说 这个能不能进凯旋的车友群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不重要 就包括我自己 我其实汽车很少 去跟别人一块儿骑 然后我觉得这车呢 就是从整体的质感 还有它的精致感来说 确实比同价倍 我体验过的一些车要好 就是80%开旋的品牌精髓 在这个车上都能找到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骑这个不要有什么负担 就是它是一个 可以让你积来比较轻松 然后呢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 一个是价格没有人的压力 一个是它确实 从重量 从高度 从整体的质型感受来说 就是有一种很轻松的快乐 这个我觉得才是最重要